我养了三个小孩,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真心觉得养男孩子比养女孩子容易啊 女孩子特别是在青春期,她现在11岁嘛 觉得特别的难搞 从生活上包括吃啊穿啊然后玩啊 还有学业上都太有组件了 所以我在想女孩子比男孩子难搞 特别是在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里 可能跟她的生理上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很有关系吧 所以我最近带她去检查身体 然后医生就介绍给我一本书 我觉得非常的有用 每一个家里有青春期小女孩的家长 我是觉得值得去看的 她这个就是The Girl's Body Book 然后她还有The Boy's Body Book 然后这本书呢真的讲的还挺全面的 就讲述了女孩子在青春期发育 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可以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参考 就尝试着去明白他们,去理解他们吧 这本书我非常推荐 我会把书的链接发在我的视频下方的说明框里面 那还有一本书我非常推荐的呢 就是这本Good Night Story for Rival Girls 它呢是两位80后的女性写的一本睡前的读物 其实以前呢就是所有的童话故事 小女孩的睡前读物 就是很多童话书里面都会输出的一种价值观 都是英雄救美 公主等待王子来救援 其实这个观念呢已经对现代的女性 对小女孩的价值观的培养 我是觉得有点落后了 每一个女性在今天这个社会里 我们要培养她们的是一种独立自主 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 虽然它是以童话的形式来写的 但是它里面100个女性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每天晚上在床上跟女儿读一篇 这也是一段很美妙的时光 这本书我非常的推荐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我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其实我做视频呢一直都是比较随意的 这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最起码都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非常强的目的性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呢 也是从我给我女儿温习功课 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感想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两本书 可能会对我们作为妈妈来讲去明白她们 去跟她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时光 有一些帮助 那还有呢也是其他的一些妈妈经常会问我的 比如说7岁到14岁 这个年龄段的小女孩的衣服在什么地方买啊 那以我的经验来讲呢 从7岁到9岁这个阶段呢 小孩子他穿衣服还是比较听大人的 就是你给他选择他还不会非常的挑剔 在这个阶段呢 我一般都会从三个渠道给他添置衣服 第一个呢就是Old Navy 是美国就是很常见的一家服装店 它里面小孩的衣服呢 价钱很便宜 特别是打折的时候 然后款式很舒服 面料各方面质量都不错 还有一家呢就是Justice Justice好像是专做童装的 它打折的时候价钱非常好 而且呢它还有一点小小的fashion 有一些设计啊 有一些款式呢 还是比较fashion的 特别是它的legging选择非常多 而且价钱非常的便宜 那还有一家呢就是 是英国的NAX 主要是他奶奶在英国给他买 然后寄过来 如果Old Navy和Justice 是小女孩的日常穿着的话 那NAX呢应该说是小女孩出门的 有时候要去表演啊 或者有时候要做客啊 要穿的比较好看点 比较稍微修饰一下 它在这个单位 它的一系列的裤袜啊 它的小大衣啊 设计的衣服都是比较英文风的 看上去非常的高雅 非常的就高大上一点 但是价钱也不贵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 三个买小女孩衣服的去处 现在我女儿是11岁吧 我现在就开始在Zera给她买衣服 Zera的童装非常的好 其实它这个已经不算是童装了 是girl teenage girl的衣服 当然还也有teenage男孩的衣服 看上去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时尚 按照我的审美的话 我是很喜欢Zera的 teenage girl的衣服的 Cos的童装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 它比Zera的风格更加的简洁 但是更具有欧范 更风格化 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 对象是9岁以下的小童 然后还有一家呢 teenage的女孩子里面 非常的流行 非常的时尚 而且也非常的贵 这个品牌呢是Brandy Marvin 这个衣服呢我真的真心来讲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 料子质量都是非常的不好 很薄 而且款式呢 我觉得对小女孩来讲 就是太时髦了 非常短的那个肚脐的衣服啊 就有点像小大人的那种感觉 我女儿她自己也不太喜欢 但是在学校里就是觉得 哎你是穿Brandy Marvin的衣服就很时尚啊 对她们小女孩的时尚界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品牌 但是对我来讲 远不如Zera 就是有格调 有品味 而且她的价钱和她的品质 和她的款式来比 就是很不值 这么小的年纪 就要把屁股撅起来啊 要把肚子露出来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过了 所以我是不太推荐的 那还有呢 在H&M也有Teenage Girl的一些衣服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地方 而且H&M它是全世界全球的连锁的大店 它的质量肯定是过关的 这一点是无荣之一的 那还有最后呢 我就觉得有一个牌子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它就是叫做Shin Shin呢 这几年呢 就是在全球Fast Fashion的领域里 它占到了30%的市场占有率 这个牌子是中国的一个牌子 发展的非常快 它是低价位的 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童装 从0岁到14岁都有 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蓄品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我前两天就下了一单 给我女儿买的差不多有七八件吧 才50块钱 但它送过来的时间可能要两周 收到的话 我就会知道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那我觉得对7到14岁的女孩来讲 有这几个地方可以买衣服 那已经是非常的足够 好了这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赞和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啦